那么阿弥陀佛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股主 阿弥陀佛 他也对西藏 有那么一点的根源在 我稍微提一下好了 那么阿弥陀佛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在西方极乐世界 摇关 很遥远的地方 经过了很遥远的 十万亿佛徒 看到沙伯世界来 沙伯世界 那个时候 有释迦摩尼佛 在沙伯世界说法 有一个地方 那个光显现了出来 它是很远的地方 看到沙伯世界 那么遥远的地方 他都看到了那一点光 你这个光是从哪里来 他自己感应到 那地方叫做雪域 就是西藏 他说 释迦摩尼佛 他看出来 释迦摩尼佛已经要涅槃 快要涅槃 但是雪域的众生 他还没有度 可他叫来 他把力最大的弟子 那就是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你去 沙伯世界 跟释迦摩尼佛讲 你还有一个地方 没有度 你必须要去跟他讲 叫他 留在沙伯世界的寿命 稍微长一点 不要那么快涅槃 观世音菩萨 领了这道命令 就很快地 到了沙伯世界 这个观世音菩萨 从天而降 有散盖 有同男同女 有所有的天神 拥护他下降 释迦摩尼佛 跟所有 那个沙伯世界的菩萨 都看到 观世音菩萨 从天而降 观世音菩萨 对释迦摩尼佛讲 请这个沙伯世界的一姑主 释迦摩尼 且慢涅槃 因为有一个地方 你还没有去度化 那个地方 就是寄你 寄你不远的地方 叫做雪衣 就是西藏 其实佛陀降生的地方 是在尼泊尔 我们大家去过的 南比尼沿 那么尼泊尔 再过去就是西藏了 就是雪衣 尼泊尔在中间 天图 尼泊尔 雪衣 你雪衣还没有度化 怎么可以涅槃 释迦摩尼佛对观世音菩萨讲 我已经三转法轮 一转法轮 在鹿野燕 讲这个苦极灭道 四圣地 二转法轮 在王舌尘 在王舌尘 我讲 我讲 无相 三转法轮 在莲花城 问大家讲的是什么 了意 了意 好了 我责任已了 我要涅槃 我要涅槃 我已经三转法轮 我要涅槃 观世音菩萨讲 那血涅槃 血涅谁去度化呢 你涅槃那谁去度化呢 释迦摩尼佛讲 来问我的 就跟他有缘 那观世音菩萨讲 那算我倒霉了 我来问你 你说 就是跟我有缘 后来观世音菩萨 回去禀告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跟观世音菩萨讲 那你就住在 沙婆世界吧 既然 释迦摩尼佛这样子讲 那你 你就是跟血涅有言 好了 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就到了沙婆世界 住在 普陀洛加山 就是现在的普陀山 他在普陀山 收了一个弟子 是颜侯 颜侯 后来 似称 颜侯禅师 他观察到血涅 颜侯禅师 跟这个血涅有缘 他就跟颜侯禅师讲 你到血涅的一个 颜洞里面去修行 到西藏的一个颜洞里面去修行 颜侯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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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到了西藏的血涅 住在那个颜洞里面修行 修了一阵子以后 因为西藏是属于罗刹 罗刹那时候都是 住的都是罗刹 其中有一位石罗刹 石头的石 石罗刹 他化身成为一个 一个美女 来引诱颜侯禅师 颜侯禅师 一说糟糕了 我这个欲望还没有断 这个美女来引诱 怎么办 他回去禀告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说 你跟那个罗刹 你的罗刹有缘 好啦 没办法 颜侯禅师 就只好跟你的那个罗刹 很漂亮的你的罗刹结婚 我们现在不叫结婚 叫连结 哈哈哈哈 这个颜侯禅师跟石罗刹 两个连结 连结了以后 生了一个孩子 不像颜侯 也不像罗刹 倒像一个人 而且力量很大 因为颜侯禅师 又叫大力眼 他是很有力量 但力量很大 这个时候颜侯禅师就把大力眼 他的儿子送到森林 这个血域里面的一个森林里面 他里面有很多的猴子 很多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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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生就跟里面的所有的母猿 发生了年纪 这一年纪生了四百个孩子 生了四百个孩子 不像猿猴 倒像个人 这四百个孩子 就是西藏 西藏人的祖先 这是西藏人的祖先 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到血域 是要由他来度的 于是观世音菩萨就显现 在西藏里面 就是西藏 在西藏 都是我讲过 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现在所谓的达赖喇嘛 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现在的所谓的十六四大宝法王 所有的大宝法王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言由就是这样子来的 但是最早的言流是什么呢 是阿弥陀佛 他观察这么远的地方 观察到 到西藏 居然能够看到那一点血域之关 这个典故从哪里来 西藏王 松战干部 他写下来的西藏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